歡迎收看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加入武器健康同學會 我是雨昕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很多家長都有一個共同的煩惱 很頭痛 小朋友的眼睛問題 現在好多小朋友近視 而且這個比例感覺上是越來越高了 眼睛很重要 是靈魂之瘡 要怎麼回家長的我們 要怎麼保護好小朋友的眼睛 如果小朋友他已經近視了 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怎麼改善呢 一定要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台安醫院的眼科醫師 沈仁祥 沈醫師您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再來是營養師Angela營養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Angela 醫藥記者惠文傑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醫藥記者肅清潔 雨昕好 大家好 好 在節目一開始 我想要請肅清潔來 前面來跟我們大家聊聊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 因為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在家裡面 他們是遠距教學 那看電腦的時間又更長了 平常還有手機 電視 祭祀的小朋友 越來越多 沒有錯 因為本來進入華世代之後 大家就發現 其實兒童的勢力在急劇的話 當然這幾年 因為新冠的情況 大家都遠端 每天都是在看平板 看電視還有看手機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 也滿值得一點的擔憂 不過台灣的狀況更嚴重 因為大家都說 其實近視是越來越嚴重的 全球問題 可是台灣的近視有三高 什麼意思 它的三高第一個 就是我們低齡近視的人口高 你可以看到 像我們小一的近視率 已經逼近兩成了 如果你再往前推一年 幼稚園就有9%的近視率 你很難想像 小朋友幼稚園大班就有9% 將近10個裡面就有一個 所以低齡近視人口高 是我們的第一高 第二高就是你剛才提到 其實人家都說台灣是近視王國 就是我們全人口近視的盛行率 也是非常高 還有第三高也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我們高度近視的比例 也很高 高度近視的問題 待會醫生可能會跟大家講 這非常嚴重 因為高度近視不只是 度數很高的近視而已 更糟糕是他可能帶來的後遺症 還有其他的併發症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表格 其實是國健署委託 台大醫院眼科相關團隊 他們在106年用了什麼 很精準的 他們是用散光去驗光 進行了兒童青少年的 視力監測的結果 就發現第一個情況是 我們其實前一次的研究 是99年 可以發現106年比99年 完全大幅攀升 幾乎每個都成長 將近7% 8%以上 這是第一件事情 而且那個曲線一直往上衝 第二個就是說 越來越高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小1近視B近2成 小2B近4成 小4B近5成 國1已經超過8成 可怕的是高度近視 高度近視我們到了高3 就是大家已經認真一直念書 對不對 高度近視也是超過500度 高3有35% 就是3個裡面就有一個高度近視 所以這整個情況可以告訴大家說 未來如果大家持續繼續滑下去 很可能台灣現在幸好 不是那個異物異 不然他們都說都找不到冰你知道嗎 因為已經太嚴重了 如果不去做矯正的情況之下 可能找不到冰 我記得在我們那個年代 可能你在國中開始 才比較多同學在戴眼鏡 到高中更多 現在是國小就好多人在戴眼鏡 是 然後他們就說 這有什麼樣的狀況 可能造成這個影響 第一個可能說 有些是不是我們台灣的人 基因的問題嗎 不過很多人更說是因為 第一 就是我們上課的習慣 我們通常多數的時間 就待在教室裡面 每天就埋頭看書 然後一大早就出門找自習 看完書還要回去補習班 補習班回去看書繼續寫作業 幾乎連抬頭看看遠山 抬頭出去跑跑步的時間都沒有 這也使得台灣這個近視的情況 越來越值得憂慮 好 謝謝蘇星姐的分享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表格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的是嚇一跳 所以其實現在小朋友近視的比例 真的是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了 再來我想要問一下惠文姐 惠文姐妳還知道有一個案例 這個是小朋友她已經近視了 可是只是因為沒有回去回診 度數又暴增 是 所以這一波疫情 讓我們家長實在也是心怕怕 我們說的遠距教學 其實是近距教學 就是妳可以發現 小朋友就是拿個平板 或者是記錄書 就放在她的眼前這樣子 而且一下 一上課開始是一整天都沒有間斷 可能中間休息的時候 還要再看一下手機 讓她消遣一下 對耶 對 因為我們家兩個小孩 所以我非常清楚那個過程 那這個案例是這樣子 就是她是一個小四的小男生 她其實原本就有在用這個扇筒 因為幼稚園的時期 她就已經有一點假性近視 所以長期有在用扇筒在控制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短短的疫情期間 在家裡兩個月遠距教學 家長也擔心說 帶去給醫院回診的話 可能會有疫情上的風險這樣 所以她就這一段時間 沒有定期回診 沒想到才兩個月 她的近視度數是大幅的暴增 本來400度變成600度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很多臨床醫師他們也發現 這個都還是小案例 有的甚至300度500度這樣的飆升 都大有人在 所以小朋友近視問題 如果還沒近視 我們當然要好好的預防 如果已經有一點點近視 要怎麼改善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再來我想問一下沈醫師了 沈醫師有這個專家 他們有一個說法是說 如果你家裡面的小朋友 還沒有近視的話 專家建議是說要遠視儲備 可是遠視儲備 這什麼意思沒有聽過 我來跟各位觀眾解釋一下 我們人出生的時候 眼睛是呈現遠視的狀態 我們會隨著年紀的增加 他的眼睛的長度也會增加 這個如果按照正常發育 以前人他可能就是說 沒有那麼多近距離用眼 沒有那麼多室內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很多遠方的樹 遠方的動物 遠方的水果 這個以前的人的話 就會慢慢消耗這個遠視 變成正視眼 也就是正負50度的這個範圍 叫正視眼 可是現代人都是以室內生活 寫字 近距離 尤其是剛講的這個近距教學 就會讓我們這個眼軸不斷的發育 眼軸越來越長 那他的影像跟視網膜的距離 就越來越遠 好 那這個部分就會造成 我們近視的這個度數 越來越的增加 是 那所以這個遠視儲備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不可以跟電視機前的家長 稍微解釋一下 遠視儲備就好像說你出生的時候 身上就帶了300塊的存款 那你就慢慢花 300塊就慢慢花 但是呢 你不是300塊花完就會變成負值了 這個近視的記號就是負值 那你開始變負值以後就變成近視眼了 所以我們儲備的概念就跟我們銀行存款一樣 好 雖然這個沒有利息的 但是還是要好好的儲存 慢慢的使用 那我們在這個國際的期刊上面可以看到 如果說這個小朋友今年測量 他是遠視75度 那基本上他明年是 你同一個時間去測量的話 他這個近視的機率是相當低的 但是如果說他今天遠視只剩下25度或是50度 那他明年近視的機會就是高的 尤其是我們要注意近視他 他一旦啟動之後呢 以這個台灣的統計資料 那台灣的小朋友一旦近視 一年如果你完全不治療 放任他自由的發展的話 一年就會增加100度 所以不能放任他對不對 一發現我們就要趕快帶去 不管是要點什麼三瞳的啦 或者是配眼鏡都好 不然會一直惡化下去 沒錯 就是從低度遠視的時候就可以下手 那就是要這個定期的篩檢 你才可以知道小朋友的遠視 有沒有越來越少 好 謝謝沈醫師 再來我想問一下惠文姐 惠文姐妳剛剛提到妳家裡 兩個小朋友 對 大的已經是國三 小的是小六 是 他們是不是真的都沒有近視 是 目前是沒有戴眼鏡的狀況 但是我們真的是很認真的 很拼命的在注意這件事情 教我 教我 怎麼維護 因為先這樣說好了 現在其實政府有一個還滿好的政策 就是基本上在小學階段 你就會拿到那個護眼護照 也就是說 你大概至少每一年都會有一次一定 學校要求你一定要去做檢查 而且你要把檢查的單子繳回去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期間 你至少每一年都有一個 可以檢視你視力狀況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是都有去做 一年一次 對 那在做這個檢查當中 如果有發現有稍微的退步的話 我們其實就會配合眼科醫師的處理 就是比方說 需要用扇瞳就用扇瞳 那我們家老大是大概 升七年級的時候才開始電影 就是大概兩年前 那個弟弟也是 他們兩個都是在兩年前左右 開始在不穩定的狀態 也就是假性近視的狀態 可是目前就是矯正視力的部分 都有到1.0或是1.2左右 都還算可以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除了就是 確實啦 因為越到高年級 你真的這個越難把關 就是他念書的時間也長 然後再來就是 有時候真的難免 他們會去接觸到3C這樣 我們家小朋友 我也是有給他們使用 但是我非常注意 就是中間的休息時間 使用的時間 對 一次你讓他們用多久呢 可能30分鐘或40分鐘最多這樣子 然後我會開放讓他們玩 但是就是頻率上是多的 但是中間一定會 拉長休息的時間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就是 盡量讓眼睛能夠休息這樣子 那包括我們也會去戶外等等 那剛好就是像這個照片 就是今年暑假 今年暑假正好是也比較 疫情沒有那麼緊繃的狀況 趕快帶出去玩 不然整天 出門走走 不然整天在家就是 動不動就說 媽媽 我可以看一下嗎 媽媽 我可以看一下嗎 妳又很難拒絕她這樣子 對 所以除了出門走走之外 我發現這張照片也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光線的拿捏 是不是也很重要 是 因為我們會很注意小孩子 就是讀書 因為畢竟他們在書桌前的時間 真的是也很長 所以呢 包括她做的姿勢 我都會說 坐好 剛剛沒有坐好就要唸一下 那個距離也要拉長 就是大概一個手臂的長度這樣子 然後不會讓他們就是趴著鞋 或是歪著鞋這樣子 那桌面一定有一個台燈的輔助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他們眼睛在使用上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痠淚 如果痠淚的話 其實也很容易造成近視 但是我們看到惠文姐 因為畢竟妳是醫藥記者出身的 所以當然這個惠文姐 她有她自己非常多的專業 非常多的知識 所以在照顧他們家 小朋友的眼睛的部分 當然就特別厲害了 可是在素青姐要交交電視機前的 觀眾朋友 畢竟大家不是每個人都是醫藥記者 我們要怎麼注意小朋友 有哪一些小小的行為 可能就是警訊了 對 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 從三大面向來看 就是行為 外觀跟症狀 行為最簡單的就是 我自己記得我小時候很明顯 結果媽媽會覺得 妳不自覺 就是看東西會越來越近 或者是看電視會越來越往前跑 就是妳會發現 她的行為會開始改變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她會開始瞇著眼睛看東西 其實最早就開始瞇著眼睛 然後看不清楚 在那邊揉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因為她已經看不清楚了 可能常常揉 或者是這些狀況 所以發現說眼睛有時候 會變成比較容易紅腫 可能就是因為她常常做這些行為 然後甚至要眨眼睛 最後她會開始告訴妳 就是症狀出現 她覺得說 看東西好像看不清楚 當然這些症狀出現 不一定代表她已經近視了 有可能是假性近視 但妳已經觀察發現 一 行為改變了 開始移動往她看的東西 或者甚至要側頭 或者甚至是越來越往前 開始瞇眼睛 開始要特別的狀況 這些行為出現 然後外觀開始改變 常常覺得眼睛怎麼腫腫的 或幹嘛 最後她跟妳說 我好像看不清楚了 我得往怎麼樣 這個行為 這些東西出現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帶去檢查一下 確定一下視力 是不是出現狀況 但是蘇星姐 剛剛講到一個假性近視 我想問一下沈醫師 沈醫師來前面跟我們聊聊 到底什麼是假性近視 假性近視跟真的近視 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的 我們就是看眼科的時候會驗光 驗光上面 如果出現這個負號的時候 就是代表近視的意思 可是有時候只是她 可能當下比較緊張 或是疲累的關係 這時候我們會點一個 短效的扇筒劑 幫助她的這個調節機放鬆 如果說扇完筒以後 她的度數消失了 或是變成正的 正字劑 就是正號的話 就代表說她剛才的近視 是假性近視的 但是假性近視其實也代表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她的遠視存款可能不多了 所以她這個眼睛用力一下 她就會跑到腹的區域 那也代表說她可能 用眼的狀況是比較緊繃的 所以她就會出現這種腹號的現象 所以其實如果是假性近視的話 當然就趕快抓去看醫生 給醫生來看一下 這是最重要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 其實剛剛這個沈醫師她前面有提到說 很多小朋友她一近視了 結果這個度數馬上很快很快就暴增 但是這個度數暴增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對眼睛的傷害 真的是很大對不對 對 那因為近視她一旦發生之後 她就是發生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目前國際上的這個定義 大多是以500度作為這個標準 我們如果說這個近視之後 因為我們眼球拉長的關係 所以就會造成眼球內部的結構 變得比較脆弱 我們可以看到像可能會出現 四網膜玻璃 因為她四網膜比較薄 所以你可能一個撞擊或是一個揉眼睛 或是像有人坐雲霄飛車 它這個急性的一個拉力 或是被球打到 被拳頭打到 那它就會造成這個 四網膜破洞的拉開來 那會就會造成四網膜玻璃 那還有像眼球很長的話 我們的黃斑部也會收到 玻璃體的一個牽拉 造成它一個拉力性的病變 那如果說你度數比較高的話 也會比你的同儕 比你同年紀的人 較早得到白內障 那得到青光炎的風險 也會比同年紀的人來得更高 那這一些 就是說雖然我們可以透過 手術的方式 幫你把這個度數拿掉 但是後面這個四網膜 四神經的這個變化 還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說還是預防勝於治療 所以沈醫師我想幫大家問一下 所以高度近視就是所謂的 500度以上 就是算是高度近視了 對 那目前國際上大多是以500 那早期的文獻可能是以600 那另外一個叫做病理性的近視 病理性的近視 早期以1000為標準 近期以800為標準 所以大概又分成高度近視 跟病態 病理性的近視 好 謝謝沈醫師 再來我想問一下素清姐了 現在小朋友近視的這個比例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所以在學校這邊 其實也是有推動一些 所謂的三招 要來幫小朋友保護他們的眼睛 對 真的我們也是希望說 能夠用一些不是侵入性的方式 用最簡單的方式 改變環境跟行為的方式 讓孩子們的視力 可以有一個保持在良好的狀態 所以政府其實有推一個東西 其實他們簡單的說 先講護眼1 2 3 護眼1 2 3的1 就是剛才會員有講到說 第一個我們希望他每年 至少要去做視力檢查一次 如果你已經在做一些散通話幹嘛 甚至你可能要更密集 1到2次 所以1就是每年要檢查 2是什麼 2歲之前希望他們盡量不要接觸 這些螢幕什麼 這些電子的藍光設施 這些平板什麼 2歲之後就算要看 可能就要一定的時間 比如說每半個小時 讓他休息一次 休息5分鐘到10分鐘 就是2 3就是剛才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事實上我剛才講 我們台灣的近視這麼嚴重 有可能跟我們的小孩子的作息 很有關係 因為我們國家小朋友 在戶外的活動真的很少 每天都分在室內 然後之前其實台灣曾經 有幾大醫學中心聯合 做了一個試驗 就發現說你很難想像 只要做對一件事情 就讓他們視力 可以有很好的維護效果 叫什麼多去戶外 他們叫做711 711 什麼意思 對 不是去便利商店 就是7天如果能夠有 11小時的戶外活動 7天11小時 對不對 一個禮拜能夠讓小朋友 11個小時的戶外活動 對他的眼力維持 就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換算成 落實在我們的平常就是說 你如果一天 可以讓他有兩個小時的戶外活動 當然如果更有時間 可以讓他到三個小時也無所謂 這樣子對他的眼力 就很好的效果 所以戶外活動很重要 如果一天不能兩個小時 拜託711 就是7天11個小時的戶外 至少6日可以出去玩一下吧 第二件事情就是 在看書的時候或看東西的時候 盡量要讓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就是40公分的距離 最後剛才有講到的 雖然不得已必須要接觸這些 因為他們已經是華視帶 這些東西就是他們日常的工具 日常不論是看電視 不論是上課 或者是學習找資料的工具 但是一定要教會他們 適度的用眼休息是很重要的 每半個小時休息一次 可能用設定螢幕保護程式 或有些警示定定時裝置都好 讓他記得聽 因為有時候我們連大人都會忘記 所以適度運用這些保護的措施 是可以幫他們維護好視力 很重要的方法 好 所以電視機前的爸爸媽媽 趕快把這些招式通通學起來 小朋友這麼可愛 戴上眼睛 感覺就會有一點心疼他們 尤其現在近視比例又這麼高 我們當然要好好愛護小朋友的眼睛 休息一下廣告回來要告訴大家 其實有三大傷眼的食物 不過有四大可以保護眼睛的食物 是什麼呢 馬上回來 大吼 好 大吼 最天過 有五大 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